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 今天我们来用文革烧丝瓜 做一道夏天河口的菜 先把文革清洗干净 这样就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辅料 将切成片 蒜两个蒜就可以了 切片 葱白部分切成段 葱叶也切成小段 再准备一个丝瓜去皮 这丝瓜看成肥兜兜的 事实很嫩 去掉两头 切成滚刀块 现在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这文革蒸一下 上笼蒸 现在水开后 我们把文革下锅蒸 盖上锅盖 先蒸五分钟 看一下有没有熟 现在打开看一下五分钟 有没有张开嘴 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就直接给它端出来就可以了 把蒸出来的汤汁 倒在一个空碗里 让它沉淀一下 一会儿我们用汤汁拿来烧丝瓜 再看一下这文革里面有没有泥沙 用泥沙的话我们用清水 葱一下很干净 没有泥沙 没有泥沙 锅烧热后我们加点油 爆香一下葱姜蒜 放下以后下了丝瓜 现在我们把文革也加进去 翻一下 蒸出来的文革水加进去 再加一点点盐 料酒去腥 盖上锅盖煮一分钟即可 好 现在时间到打开锅盖 翻一下 撒下几根葱段就可以出锅了 这文革今天好像不是很肥 一般般 夏天最适合吃这道菜 非常清口 丝瓜嫩嫩的 好了 今天这道丝瓜烧文革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